这一讲,我们给大家介绍三绕组变压器参数和数学模型 在大型的变电锁和发电厂,当有三个变压等级的时候,往往采用三绕组的变压器 三绕组变压器能够占地面积小,经济性比用两台双绕组变压器要好 三绕组变压器的等级电路,如此图所示 三绕组变压器,它是在一个铁芯上,有高中低三个绕组 那么三绕组变压器,它跟两绕组变压器在做这个等级电路的时候,从原理上是一样的 那么这一部分呢,还是它的极次回路 极次回路呢,我们像两绕组变压器一样 那么把它搬在电源侧,放在电源侧 而其他三个绕组呢,分别就代表了一次绕组的电阻和等值漏抗 二次绕组的电阻和等值漏抗,以及三次绕组的电阻和等值漏抗 那么这个电阻,三个绕组的电阻呢,与两绕组相同 分别表示的物理意义就是一二三,或者是高中低,低二绕组的同号 那么它的电阻呢,它的表示和两绕组是有很大的不同 那么两绕组呢,它是像我们上一节讲的 是两个绕组的各自的漏抗,也就是互相不砸练的,只砸练本身的漏电抗 但是在三绕组变压器当中,由于一个铁心上装有高中低三个线圈 因此在线圈之间,也有一些互的漏抗 而我们用等值电路表示的时候呢,是把它变成了没有互漏抗的一个等值的漏抗 这一点呢,是与双绕组变压器不同的 那么当然,它跟双绕组变压器一样 也画出等值电路的时候呢,也必须是规算到同一侧的 或者规算到高压侧,或者规算到中压侧,或者规算到低压侧 在等值电路上,总是所有的参数都是规算到一侧的 那么三绕组变压器,它的粒磁导纳的计算方法 与双绕组变压器完全相同 仍然是用空载损耗P0和空载电流 空载电流的百分数来计算GT和BT的 这个呢,与两绕组变压器一样 计算公式也是一样 公式里所用的单位也完全一样 这我们就不多讲 那么在计算的时候呢 两绕组的变压器和三绕组的变压器都同时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在上一讲中给大家讲到 我们在规算的时候呢 要用到变压器的额定电压 那么实际上呢 在两绕组变压器 它的高压侧有分接头电压 在三绕组变压器呢 它在它的中压侧和高压侧上 均有一些分接头的电压 那么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总是用变压器的额定电压 来计算变压器的参数 因为变压器的额定电压呢 总是放在主接头上 而它在做空载实验和短路实验的时候 一般都是以额定电压为准 因此我们在计算参数的时候呢 采用的都是这个主接头的额定电压 当然在运行当中 变压器在运行当中 它的分接头是变化的 那么实际上相应的参数也发生变化 那么这个的计算我们在后面给大家解释 三绕组变压器呢 它有三种 它有两种不同的排列结构 一种呢是升压结构 升压结构呢 就是低压侧在中间 中压侧在靠近铁心 高压侧在外 降压结构呢 它是中压侧在中间 低压侧在靠近铁心 高压侧在外侧 那么高压绕组呢 为了它的这个绝缘问题 那么它远离这个铁心 那么它放在最外侧 不管是升压结构还是降压结构 它均放在这个外侧 而这个中间侧呢 那么在升压结构的时候 低压侧放在中间 主要是为了功率的传输方便 在升压结构里 一般来说低压侧呢 是电源端 那么它的功率呢 要往高压侧和中压侧传输 那么因此呢 低压侧放在中间 它有利于从高压 从中压传到 从低压传到中压 和有利于从低压传到高压 降压结构 一般呢是从高压侧 往低压侧和中压侧传输功率 但是由于考虑到绝缘的问题 那么我们中压侧放在中间 低压侧放在内部 那么由于变压器 它有两种不同的这个 结构 因此呢在变压器的参数上面 也反映出有所不同 这个我们下面马上给大家解释 那么三绕组变压器呢 它和两绕组变压器的不同 我们刚才讲了 它是由三个线圈 那么因此呢 在做这个 短路实验的时候 那么它都是要在这个两两个绕组之间分别来做 那么我们国家的三绕组变压器 它分为这样三类 第一种类型呢 它的额定容量的比 是100比100比100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 它的高压绕组的容量 是100 那么低压绕组的容量也是100 那么它的中压绕组的容量还是100 那么意思就是说 三个绕组的容量是相等的 比方说是 31.5兆氛的这个变压器 那么就是说 它的高压绕组能够通过31.5兆氛的功率 那么它的这个中压绕组也能够通过相同的功率 低压绕组也能够通过相同的功率 这种变压器呢 它的额定容量 也就绕组通过的额定容量呢 都等于变压器的额定容量 那么这种变压器呢 它在使用当中比较灵活 那么它在功率的分配上面 那么因为每个绕组都可以达到它的额定容量 因此呢 它的功率输送所在 第一次测绕绕组和二次测的绕组是相同的 它的绕组容量都等于变压器的额定容量 但三次测的第三个绕组呢 它的导线截面减了一半 而且它的额定电流也相应的减了一半 它的额定容量也只是变压器额定容量的百分之五十 那么也就是说呢 这种变压器在一次测和二次测 它可以通过变压器的变压器的额定容量 而三次测呢 只能通过额定容量的一半 因此它在使用的时候是有限制的 那么三次测不能通过全电流 当然呢 这样设计呢 也是在实际系统当中有这样的应用 比方说是有个三绕组变压器 它的一次测呢 符合比较大 而另外一测符合比较小 那么我们就不必要采用百分之百百分之百百分之百的 这样的会造成浪费 第三类呢 额定容量的比呢 是百分之百百分之五十百分之百 这类变压器呢 它的二次测的绕组的导线截面呢 和它的额定电流呢 都比变压器的额定电流减少了一半 那么它的额定容量呢 只有变压器额定容量的一半 那么这种呢 就是在使用在二次测符合比较小 那么一次测和三次测符合都比较大的情况下 那么在我们国内 呃 变压器的容量比基本上是这样 那么老式的变压器 尤其是从苏联进口的一些老式的变压器 它的容量比呢 有一些是百分之百百分之六十六点七 百分之六十六点七的 这种变压器呢 在实际系统当中还有 但是逐渐会被淘汰 因为变压器有这样的特点 因此呢 它的这些特点呢 也反映在变压器的这个参数计算里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怎么来求三绕组变压器的电阻 那么对于第一类的变压器 也就是对于容量比呢 是百分之百百分之百百分之百的 这样的三绕组的变压器 那么通过三次短路实验 它必须要做三次短路实验 那么可以得到分别得到对应的 两个绕组的短路 损耗之和 也就是说呢 比方说在一次和二次 绕组之间做 那么在做短路实验的时候呢 两两绕组做短路实验时候 与两绕组变压器 做短路实验是一样 那么它把第三个绕组开路 那么在第一个绕组上 加可调变压 把第二个绕组短路 然后呢 在这个调压 用把这个一次测的电压呢 调到使得二次测绕组 通过额定电流时候 我们把这时候的功率 也就是短路损耗 PK记录下来 那么把这个电流 额定电流呢 不是不是额定电流 达到额定电流时候的功率呢 记录下来 然后把这时候的电压也记录下来 由于我们绕组是两两之间做的 因此呢 在三次绕组开路 在一二次绕组之间做短路 实验的时候 我们得到的短路损耗呢 是一次绕组和二次绕组的短路之和 也就是我们用PK12来表示 PK12呢 就等于一次绕组的短路损耗 加上二次绕组的短路损耗 实际上根据它的短路 在百分之百百分之百 这第一类变压器做实验 我们可以看出来 它的PK1呢 实际上就相当于是 额定电流的平方 在第一个绕组上的电阻RT1上 损耗了有功 这个PK2呢 就是当这个电流达到额定电流的时候 那么IN的平方 在第二个绕组的电阻RT2上的 这个有功损耗之和 那么我们把两个的之和呢 对应呢 写成PK12 同样PK13呢 就表明在第二个绕组空载 然后呢 我们在第一个绕组和第三个绕组之间 来做短路实验 那么这时候和刚才做一二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把一次测呢 电压让它变化 一直调到到第三个绕组里面流过的电流 是额定电流的时候 把有功损耗记录下来 这时候的短路损耗 实际它记录的就是PK1和PK3 那么很显然这时候的PK1也是通过额定电流的时候 它在这个第一个绕组上 电阻上面所损耗的有功 因此PK12和PK13里面的PK1 PK2是同一个数量级的 也就是说数值上是相等的 那么PK23呢 就是把第一个绕组短路 那么在第二个绕组和第三个绕组之间 来做这个短路实验 那么我们得到的有功损耗呢 把它记录成PK23 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PK12、PK13、PK23呢 是三绕组的 在容量相同的情况下 三绕组的变压器 分别在两两绕组间 做短路实验 得到的这个短路损耗 而这个PK1、PK2和PK3呢 分别是三个绕组 在额定电流下的同耗 也就是三个绕组 在额定电流下的 这个有功损耗 那么当然呢 这和两绕组变压器 做实验是一样 我们实际上呢 这个有功功率表 记录下来的 里面是应该有 变压器的 粒磁回路的铁号 那么和两绕组 情况一样 由于在做短路实验的时候 那么变压器 端部所加的电压 一般只是额定电压的 10%左右 因此呢 它的铁号很小 我们得到这个公式的时候 实际还是把铁号 实际还是把铁号忽略掉了 只考虑了变压器的铜号 好 有了这样三个数据 那么我们就可以呢 用这三个方程 把PK1 PK2 把PK1 PK2 和PK3呢 把它解出来 下面呢 这个就是求解 那么第一绕组的铜号 第二绕组的铜号 和第三绕组铜号的公式 这个公式呢 由上面的公式显而易见 很容易得到 那么也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通过呢 变压器名牌上 通过三项变压器名牌上 给出的两两绕组之间的 短路损号值 那么我们可以计算出 每一个 每一个绕组的 它的有公损号 也就是它的铜号 得到了每一个绕组的铜号以后呢 那么我们就可以 按照双绕组变压器 相似的公式 来计算各个绕组的电阻 那么它的推导过程呢 跟两绕组变压器的时候 完全一样 因此公式的形式 大家可以看到 与两绕组变压器 求电阻的公式是一样的 只不过在两绕组变压器的时候 我们只求一个公式 一个等于它把 一次和二次测的 这个铜号呢 都把它归并成一个电阻了 而三绕组的变压器呢 那么它必须每个绕组各自来求 每个绕组各自来求 那么这个公式下面的这个除一千 也是由于单位的换算 在这个公式里面呢 我们同样采用的 这个市载功率的单位呢 还是兆福安 电阻呢 我们还是采用的是千福 因此 那么我们由于这个Pk1呢 采用的是千瓦 因此我们必须把它画一下 单位画一下 因此就出现了一个除一千 这是单位换算 那么也像这个两绕组变压器一样 大家也可以根据不同的这个单位 比方说把SN用千福安表示 来推导一下 自己推导一下 这三个公式的表达形式 那么由于不同的教科书 它有不同的表达式 那么大家看到公式不同的时候 就要注意 它们里面所用的量 各自是取得怎么样的 这就是三绕组变压器的 三个绕组的电视的求解 变组的求解方法 好 刚才我们讲的是 对于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和百分之百的 三绕组的变压器 它的电阻的求解方法 那么我们知道 还有其他两种 对于这个百分之百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百 或者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 百分之五十 这两种变压器 那么在做短路实验的时候 和三绕组变压器就不同了 那么这时候 我们一般 它的变压器的名牌上 给出的参数 都是给出短路损耗 比较小的容量 达到 比较小的一侧 它达到它额定容量的 电流时候的数据 那么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对百分之百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百 那么它给出的 PK12和PK23 都是呢 在第二个饶组呢 达到了它的额定容量 那么它的额定电流呢 是百分之百 这个饶组容量 电流的一半 那么 那么在这个 PK 就在PK23 它也是在第二个饶组 达到它的额定电流 也就是第二个饶组的电流呢 达到第三个饶组 一半时候得到的值 那么 这时候我们知道 这时候的 比方说是在 第一个饶组和第二个饶组之间 做短路 实验的时候 那么我们得到的 PK12 和前面我们做 百分之百饶组的时候 得到的PK12 在数量级上是不一样的 那么 一般呢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把这个PK12呢 都带一撇 也就是用这种形式表示 也就是说呢 它并没有达到额定电流 那么这时候呢 就有问题 因为是在 在第一个饶组 和第三个饶组之间 在做这个短路损耗的时候 是第一个饶组 它达到额定容量 第三个饶组 也达到额定容量 那么也就相当于呢 在第一个饶组上面 加这个可变的电压 使得第三个饶组 当中通过的电流呢 是额定电流时 那么这时候 第一个饶组里面 通过的也是额定电流 那么这时候 我们又做出来了 一个PK13 而PK13呢 和刚才讲的 百分之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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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做的PK13的数量 即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这时候的PK1 和PK3 都是在额定电流下的 短路损耗 那么这样呢 那么这样呢 我们在用上面的公式的时候 我们在用这个公式的时候 就出现了问题 因为什么呢 在做实验的时候 比方说我们在对 百分之百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百的 这种类型的 第二类型的变压器 那么在一二之间 做的时候 我们得到的PK1 它的额定电流呢 是二分之 IN PK2 也是二分之IN 那么在一和三之间 做的我们得到的 这个PK1呢 是IN的平方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两个PK1呢 在这个第二个类型 和第三种类型的变压器里 那么它是不一样的 两个值呢 是不一样的 那么同样 那么在做这个23 在做23的时候 那么第二个绕组的 这个 它的这个 电流呢 是达到了 额定电流的一半 第三个绕组 也是达到 额定电流的一半 那么这样就产生了 那么PK1 也就是PK1 我们这都要带一撇了 PK2 也要带一撇 而PK13呢 是在额定电流情况下 因此呢 PK1和PK3 是不是两个同 不是相同的数量级的 因此我们就不能够像刚才一样 直接用这个公式来求得 这个公式 这是很显耳一见的事情 那么这样呢 就产生了一个 对第二类变压器和第三类变压器 就产生了一个 必须要进行容量规算的问题 我们必须呢 对这两类变压器 对这两类变压器呢 我们必须要先把 这个容量呢 不同 含不同容量 绕组的短路损耗的数据呢 我们必须要把它先规算到额定电流下 规算到额定电流下以后 那么才能够用这个规算以后的参数 来用上面给出的公式来进行计算 那么这点呢 希望大家能够搞明白 那么规算呢 就是用这个公式来规算 实际这个公式呢 很容易理解 这个公式很容易理解 比方说这个Pk12不带一撇的 它实际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变压器的额定电流 in的平方 去乘上RT1加上RT2 而这个Pk12一撇 它等于什么呢 它等于二分之in的平方 去乘上Pk1加上 不 再去乘上RT1加上RT2 这样两个的电阻RT1加RT2 是相等的可以消掉 那么因此呢 就剩了他们两个的电流的比 电流的平方比 那么这一公式很容易得到 这个大家只要自己稍微动一下比 把公式列出来 就可以得到这一公式 因此呢 我们对于这种类型的变压器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是就是规算以后的 把不是额定电流的值 规算到额定电流下的值 两个之间是差四倍关系 这个很容易理解 为什么差四倍关系 因为我们的这个 有公损耗是电流的平方 两个电流呢 是一样的 一个是一个电流的一半 额定电流是一样的 一个是一个的一半 电流自然消掉 那么 二的平方自然是四 对吧 这很容易理解 那么对下一个呢 一样 对吧 对这个公式呢 一样的道理可以得到 那么同样呢 大家可以对把这个P这个百分之百百分之百百分之五十的 这种变压器呢可以给出它的关系来 这种变压器里面PK12是不用规算的 但是PK13和PK23是需要规算的 规算的值呢 应该也是 没有规算的和规算以后的值呢 应该也是差四倍的关系 那么一旦 我们把这个扰组的短路容量规算以后 那么就大家都打都在同一个数量级下 那么就可以按着百分之百百分之百第一类型的变压器来计算电阻 那么就可以用这个公式来计算这些电阻 这个是三绕组变压器和两绕组变压器计算电阻时候的很大的不同 那么为什么要进行容量规算 这个也希望大家能搞清楚 那么因此呢 在进行三绕组变压器的计算的时候 你一定要看它的容量比是怎么样的 那么如果它的容量比呢 是第一类型的 那么就不必进行这个容量规算 那么可以直接用变压器名牌上的参数直接来算 那么如果是第二类和第三类 那么一定要首先来进行容量规算 而且呢 从我们国内这个变压器制造厂出来的 给出的这个短路总耗的值呢 一般来说都是没有规算的 这是变压器三绕组变压器电阻计算的公式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 往往呢在这个制造厂 变压器的制造厂出厂的时候 它呢也不给出三个变压器的这个短路总耗的比 而往往呢只给一个PKMAX就是按这个给出一个最大的短路损耗 这个PKMAX呢 它实际上是给的呢 不管是这个三绕组 不管是这个第一类的还是第二类的还是第三类的变压器 它都给出的是两个百分之百绕组当中流过额定电流 而另外的一个不管是百分之百还是百分之五十绕组空载收的损耗 那么这个很显然 实际上呢 它给出的就是等于是两三个绕组当中呢 只做一次短路损耗 对百分之百的绕组呢 只做两个的另外一个空载 对百分之 对第二类百分之百百分之五十百分之百的 它只做PK13 那么对这个百分之百百分之百百分之五 它只做PK12 就是我只给出你两个通过它的容量相同时候的最大的一个短路损耗 那么只给出一个来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必须要按着一个参数来计算 按着一个参数来计算三个变组 这时候呢 我们就必须要按着变压器的设计原则来计算三个绕组的变压器 那么变压器呢 它在设计的时候 一般都遵循这样一个原则 就是按同一电流密度 来选择各个绕组的导线截面 都是按着同一电流密度 那么我们就可想而知 那么也就是说对百分之百百分之百的绕组 那么它都通过相同电流的时候 那么它的导线的截面一定是一样的 那么变压器的三个绕组所用的材料也一定是一样的 它不会一个绕组用铜 另外一个绕组用铝 不会这样 那么因此 那么在相同的导线截面 相同的材料下 那么它的变阻率是一样的 因此它的变阻也是一样的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折算到同一侧的时候 容量相同的绕组 它的变阻一定是相同的 那么由于呢 我们是按照这个同一电流密度 来选择各个绕组的截面去的 那么容量为百分之五十的绕组 它的电阻呢 比容量为百分之一百的绕组呢 就要大一倍 就同样的电流密度 但是它的这个导线截面小了一半 导线截面小了一半 那么它的变阻率都是一样的 那么它的变阻呢 就要大一倍 变阻要大一倍 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 由下面的两个公式得到 为什么这个公式跟上面的公式 大家比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看到 它为什么变成了一个2000除2000呢 主要原因呢 我们在这个PKiMax做的时候呢 它是用等于是两个相同电阻所得到的损耗 两个相同电阻所得到的损耗 因此如果我们这用1000的时候 这个应该是RT1 两倍的RT 因此吧 两倍除过来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公式 就是这个公式 那么对于50%的一侧呢 那么它就等于100%这侧电阻的 再乘二 那么因此用这种办法 那么根据变压器厂家给出的最大短路损耗 我们就可以求出三绕组变压器 可以求出三绕组变压器的 它的三个电阻 那么这个公式里面的单位呢 和上面讲的是一样的 施载功率呢 S呢还是用的兆浮安 UN呢还是用的千浮 那么它和我们在讲两个大组变压器一样 你规算到哪一侧 那么这个UN呢就要用哪一侧 规算到一次侧要用U1N 规算到二次侧的要用U2N 规算到三次侧的要用U3N 而U1N U2N U3N呢 在变压器的名牌上就已经给出来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 变压器名牌上给出的参数 来求得三绕组变压器的电阻 好 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三绕组变压器的电抗 那么三绕组变压器的电抗 和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电阻一样 它实际上在做短路实验的时候呢 除了得到PK12PK13PK23以外 同时我们还记录了UK12UK13和UK23 那么也就是同时呢 我们在做短路实验的时候就得到了三两两绕组之间的短路电压的百分数 然后我们就可以呢 利用这个短路电压的百分数呢 来进行变压器的电抗的计算 那么 第三个变压器呢 对应的它和每一侧绕组电抗的百分数 UK1和UK2 UK3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 这不难理解 不难理解 而这个UK1呢 实际上就是额定电流流过一次侧等值漏抗XT上的电压降 UK2呢 一样是额定电流流过UK2上的电压降 那么UK3额定电流流过这个第三个绕组的等值漏抗上面的电压降 当然如果是第一类变压器 也就是说呢 我们在做短路实验的时候 三个绕组都通过额定电流的情况下 这三个量的数值是一个数量极下的 也就是我们得到的三个绕组的这个电压 短路电压的百分数都是在额定电流下的 对于百分之百百分之百百分之百 这种第一类的变压器 那么我们得到这个公式 然后呢 这些公式呢 所有的值呢 都是同一个电压极下 都是同一个数量极下的 那么因此呢 我们就很容易求解出 UK1UK2和UK3 用这个公式 这公式呢 跟PK1UK2的公式呢 是形式上是一样的 形式上是一样的 那么在计算这个UK1UK2和UK3的时候 我们也是忽略了电阻上的压降 这个跟双绕组变压器的时候是一样 是忽略了这个 这个电阻上的压降 那么主要原因呢 是因为变压器的电阻呢 它是远远小于每个绕组上的等值漏抗的 好 得到这个值以后呢 我们还是与两绕组变压器一样 就可以推导出这个公式来 我们就可以计算到三绕组变压器 每一个绕组的等值漏抗 那么一般的手册和一般的制造厂 它提高的提供的短路电压呢 都一大多数都是折算到了 变压器额定容量时候的数值 这个呢 就要注意到底折算没折算 要从手册和提供的数据里面要能够看出来 那么如果没有折算 对吧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折算的话 那么比方对于第二类 百分之百 百分之五十和百分之百的第二类 那么它的优开一二和这个优开一三 那么我们得到的优开一两个情况下得到的优开一 就是不一样的 一个呢 是带一撇的 就是你电流通过在第二个饶组通过额定电流 第一个饶组只通过它额定电流一半时候 所得到的这个短路电压的百分数 那么就是像我们上面讲的讲计算电阻一样 这时候呢 我们由于他们两个的数据是不一样的 也就优开一二和优开一二一撇是不一样的 因此我们就不能够用 直接用这个公式 就不能直接用这个公式 那么也必须 也必须呢 要经过容量的折算 那也要经过这个容量的折算 那么很显然 这个的折算呢 是对于通过百分之五十时候得到的这个短路电压的百分数 和折算到额定容量下的百分数呢 中间的比例是个两倍 那这个很容易理解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个优开一三呢 它实际上呢 等于是电流 额定电流去乘上一个XT1加上XT2 而这个优开一三一撇呢 等于二分之IN 去乘上XT1加XT2 那么XT1加XT2两种情况下相等的一消掉 那么他们两个之间的比呢 就是二倍的 那么对于没有归算的值呢 我们就要用这样的一个参数来归算 用这样一个参数归算以后 那么再带到上面的求解UK1UK2UK3百分数的公式里 得到每一个脑组的短路电流移倒 然后再带到求解变压器电抗的公式里 得到三脑组变压器每个脑组的漏抗值 我们现在给出的这个呢 是百分之百百分之百百分之五十的 那么对于百分之百百分之五十和百分之百的 大家可以自行推导一下 那么对于这个三饶组变压器 在计算的时候呢 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 三饶组变压器呢 它在同一个铁心上有三个饶组 就是它们除了同时杂链三个饶组的互词通 和就是这个杂链三个饶组的互词通呢 实际就是我们变压器的主词通 那么它还有呢 只杂链饶组的漏词通 这就跟两饶组变压器一样 两饶组变压器呢 就是有每一个饶组的漏词通 那么同时呢 还有三个饶组之间的互词通 互词通呢 我们就用利次回路来表示了 而它的漏词通呢 我们就用这个XT来表示了 那么三饶组变压器呢 除了这个漏词通和互词通以外 它还存在着杂链两个饶组的局部的互词通 那么这两个饶组局部的互词通 它并不通过主词通 而是在饶组之间互相砸脸的互词通 那么我们现在呢 来用等值电路来表示这个互词通的关系呢 实际上就是把变压器呢 用一个只有漏词通 而没有局部的互词通来等值的 因此呢 它的这个XT1XT2和XT3和两饶组变压器的XT是不一样的 两饶组变压器的XT就是漏词通 而三饶组变压器的 它的这个XT1XT2XT3呢 是一个等值的漏词通 这点大家要注意 为什么一定要注意这个呢 那么我们从上面的公式可以看到 我们从上面的公式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有当这个UK12和UK23之和 小于UK13的时候 那么这种情况呢 往往是这种 是这种降压变压器 降压变压器呢 它在中间呢 是中压绕组 那么它和这个 一和 二和一和 二和三的漏 这个互相砸脸的相对比较小 但是一和三之间呢 它的这个 这个漏抗的 砸脸的呢 比较大 因此它们两个的和 加起来小于UK13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时候的UK2是一个负值 那么这个负的UK2 百分数如果我们带入这个公式里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时候我们得到的变压器的 等值的电抗 是个负值 那么大家会觉得 这个负值是不是不对 因为呢 在电抗 表示负的时候 我们知道 从电工原理的 知识我们知道 负的电抗 实际表示的 这个是个荣性 那我们变压器 本身是一个感性的 一个元件 它怎么会变成荣性了呢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由于呢 它是用一个 只有漏抗 而没有局部 护磁链的变压器 来等值的 它是等值的一个 那么因此呢 当它的这个 某一个饶组 像我们刚才讲的这种呢 就是在UK13 它的这个 第一个和第三个的 局部护磁通 影响比较大的情况下 它的等值漏抗呢 就为负值 但是这个负值 一般呢 都比较小 接近于零 因此在实际计算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呢 把它处理为零 对吧 那么大家 如果看到有个变压器 某一个变压器的饶组呢 它的参数是零 那你就知道 它是 实际上是个负值 那么我们在计算里面呢 就把它忽略掉了 把它当成零了 对吧 那么一般的说呢 放置在最外层的饶组 它的等值电抗都比较大 而放靠近铁心的饶组 那么次值 那么放在中间的等值饶组 比较负 那么因此呢 在这个降压结构的时候 一般是x2 x2比较小 在这个升压结构的时候 一般是x3比较小 那如果我们把x 把一侧认为是高压侧 二侧呢 认为是中压侧 三侧认为是低压侧的情况下 那么在这个降压变压器的时候 x2是负的或者是零 那么在升压变压器的时候 是x3是负的或者是零 但是我们一定呢 不要把这个负的电抗呢 理解为是荣性的电抗 因为它的本质呢 还是一个 本质上呢 还是一个电感性的 好 我们这节课先讲这些